目前 縣政府也啟動前線13鄉鎮市公所的異地辦公 避免室內群聚 瑞瑞鄉公所除了早已遷移到舊煙廠辦公的農官客 其他科室21號開始也分別在老人館及原址分區分流辦公 鄉長陳姬光表示說 雖然異地分區辦公不過主要業務還是以鄉公所原址為主 避免洽工民眾四處奔波 防疫進入三級警戒 縣政府也正式啟動異地辦公 全縣13鄉鎮市公所21號開始落實執行 避免室內群聚感染的機會 同一個課室的嗎?還是不同? 我們昨天開始 經過縣政府發布三級以後 公所其實之前已經先做好準備了 在我們公所的二樓三樓 都已經建置了我們的辦公的一些網路跟設備設施 那今年我們在觀光農業課搬到我們火車站西站以後 那我們的觀光農業課也就在那邊上班 那所有的農業的一個工作也都從那邊分兩個辦公室來替大家做服務 熱水箱公所因辦公空間不不使用 再加上進行辦公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因此今年三月份開始 農官客就已經簽一至舊煙廠來辦公 現在實施異地辦公 其他客室則是在今天21號 分別在園址以及老人館分區分流來辦公 那至於我們公所的部分我想 除了增加一個老人館的一個辦公場所之外 那我們所有的業務還是可以透過公所來全部團地 分原址、舊煙廠以及老人館三地分區分流辦公的鄉公所 除了是農官客業務本身 異地分區辦公的多數為內部管控的客室 商長陳金光基因部表示 與民眾息息相關的主要業務任留在公所原址為主 避免洽工民眾不必要的奔波移動 記者十一玉蘭瑞瑞瑞採訪報導